哦 佛法之旅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请收看快的修行录 中贵的导师梭巴仁波切 是耶席喇叭的新传弟子 两位喇叭在1964年相遇 1971年在尼泊尔建立科盘寺 且一直为了把佛法介绍到西方的心愿而努力 1984年耶席喇叭远吉了 梭巴仁波切一间独挑起领导部联会的重任 以不忍圣教衰 不忍众生苦的悲愿 使至圆满上师耶席喇叭的遗愿 要在印度建造一尊尼勒大佛 促使大乘教法常驻于世 任波切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修行或教导众生 中年马不停蹄地走访全球各地 推动种种弘法立身的事业 即使在视线变相的时候 任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任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爱自己并不违背大乘佛教的内涵 他不是说一个人不应该爱自己 舍离自我与真爱他人 和爱自己并不相畏 事实上 修持大乘法 菩提心是爱自己 照顾自己的最好方法 一个人应该爱自己 给自己自由 然而这是什么意思 在佛教中 特别是大乘佛教 爱自己最好的方式 是揪出所有问题的根源 他就在你心中 自我 自我爱惜的心 如果一个人舍下真爱自我 他所经历的情况 就变得无关紧要 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前一分钟 你正经历很大的痛苦 一种阴霾的心情 如山一般 你心想 我要自杀 我无法忍受 无法动态 但是 当你将这个制造问题的自我中心 拔除后 在那当下 心情马上舒坦 困难不再存在 那个人 仍旧不爱你 不善待你 对你很坏 情况依旧 但是 当你舍下自我 就不再当它 是问题了 如果你放下 生命中 各种问题的根源 如果你放下 那使你心里 老是像个 婴孩般 哭闹着 我不快乐 我不快乐 我不快乐的我 就会找到 安乐和满足 无论你学了 多少佛法 只要心永远 在哭闹着 我不快乐 我 我 我 就成为 人生的焦点 爱自己的意义 就变成 爱之取 你变成 贪值 世间八法 这邪私的奴仆 既然你对 爱自己的定义 是随顺 贪值的 抑郁而行 就会 沦为 他的奴仆 贪值 成为上师 你听从 并依循 他所有的教练 自然永远 不会满足 不会快乐 要转化 每一件事 为有力的情境 封锁 所有的问题 整个关键 在于你 依随 哪一种心 依随 烦恼 或佛法 自我 或菩提心 贪值 或自由的心 一切 由你决定 即使一个人 什么学问 都没有 但他的心 已解脱 情绪化的思绪 他心中 会获得 非常深邃的领境 因为他 放下了 自我中心的想法 不再把他 捧得像婴孩 像珍宝 所以 没有寂寞 或消沉的问题 像这样 放下的人 开启了 成佛之门 开启了 个人 及每位 友情的 安乐之门 人生 真正的快乐 始于 爱惜 其他众生 真爱他人 是真爱自己的 最佳方式 实际上 我们越为他人 奉献自己 自己的安乐 就越迅速 容易地生起 这是安乐的 自然发展历程 要得到快乐 要照顾自己 最好的方法 是修行佛法 不修行佛法 便没有快乐 无论何时 你修行佛法 都是在 累积善业 善业是确定的 善业一定会 带来快乐 不仅是 现在快乐 还有未来 多生多世的快乐 在日常生活 当中 修行佛法 就是真正 用最好的方式 在照顾自己 真正爱自己 慈悲心篇 佛教的精华 是无分别的慈悲性 并以此为基础 不伤害他人 同时利益一切友情 佛法有很多种法门 但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慈悲心的修持 少了慈悲心 没有任何法门 能引导致臣佛 甚至会成为轮回的因 或堕入恶趣的因 我们真切地需要慈悲 慈悲是一切安乐之源 你生命中经历到的每一种安乐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舒适 以及解脱的常乐 无上正觉的极乐 都来自菩提心 菩提心的根源是大悲心 因此你所经历到的一切安乐 都源自大悲心 菩提心是成佛 一切种制及所有大乘成就的根本 菩提心是入大乘道 以达至无上正觉之门 为了成就菩提心 你需要其根本 大悲心 所以成就大悲心极重要 为了成就大悲心 你必须用悲心过生活 菩提心 悲心 慈心的成就 彻底转化了你的心 往昔在你心中 只想到自己的安乐 只为了自己 那样的心相续是无死的 因为那样的心 所以你依然身陷苦难之中 尚未解脱轮回 对其他友情利益极为 菩提心的成就 能扭转乾坤 它给你一种新的态度 一颗崭新的心 每一次呼吸 都带给一切 有情安乐 就像转铁成金 慈悲的炼金术 将你过去的轮回叶 转变为 不仅仅是 你自己安乐 宁静 成佛的因 也是一切友情的安乐 你的心变成功德财 善业 一切安乐的因 无论一个法门 被认为是多么的深奥 高深 如果不以善心 利益他人的发心来修持 不仅没有利益 反而会造成伤害 这并不是法门的过失 而是修行人 没有适当的发心 用错误的态度 去修持 即使你的生活 完全被工作 和家庭责任所占据 如果你将最精华的修持 慈悲心 饶益他人之思 殆尽你所做的 每一件事当中 它就成为最好的佛法修持 成为你自己 以及更重要的 一切无量友情 安乐和成功之意 在日常生活中 升起悲心 还有更立即的利益 如果你有慈悲心 困难就比较少 有了慈悲心 你所经历到的困难 是为了其他友情的缘故 而经历的 因而变成成佛之道 经历困难 变成获得自他安乐的方法 以这种方式 你就能转化困难为安乐 慈悲心 也帮你为死亡做准备 最好的死法 就是怀着菩提心 感受对其他友情的大悲心 怀着菩提心 怀着慈悲心而死 他将凡庸的生活 转变为超凡 他提升了你所做的一切 你的整个生命 变得彻底不一样 极富意义 你的心是满意的 你的心和你的生活 皆不空虚 慈悲心不仅是我自己的安乐之缘 也是一切友情的安乐之缘 它是一切安乐之缘 包括成佛 为了供养这一切安乐 给其他友情 我自己必须升起慈悲心 仅仅说 我需要慈悲心并不够 你必须了解 如何培养慈悲心的教授 慈悲心不会从天而降 出现在你脑海中 或在你阅读它时 就出现在你心中 慈悲心和菩提心 必须按部就班地培养 依循其合乎逻辑的次序 逐步培养前行的体会 要让你的生活最有意义 有利益 就以菩提心最究竟的善心 过生活 在一天之中 努力用菩提心来做每件事 即使你无法修持菩提心 也要尽量怀着一颗 善良慷慨的心去过生活 究竟的善心 是为了服务一切众生而需求佛果的心 用慈悲心 用慈悲心过日子 能向观音祈求 是不可思议的福报 因为任何一个众生 只要向观音祈求过一次 观音就会生生世世救度它 即使你知道如何禅师菩提心的教法 你还是需要接受大悲观音本尊的特殊加持 所以持送奉悟悲悲悲悲悲悲悲 是实证菩提心的一种方法 能将你的心转为菩提心 并使你有效地禅修菩提心 观音心咒 六字大明咒 总设了一切教法的精华 慈之犹如婴儿呼唤母亲一般 能迅速感得诸佛加持 在我的家乡 虽然许多人们不识字 他们对慈悲心和菩提心 有极大的意志性 并在生活中持奉玛尼悲悲悲悲悲 一般而言 这样的人有温暖的心 非常善良慈悲 从我的经验中验证 有将心事转化为善心 慈悲心的效果 只要珍惜其他众生 即使我们没有刻意 理尽诸佛菩萨 也会令诸佛菩萨欢喜 协助其他众生 是对诸佛菩萨最好的供养 因为它圆满了诸佛菩萨的愿望 今日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佛法中心 他们提供机会 让人们学习业果和慈悲心 世界和平 有赖于拥有慈爱和悲心的人 如果人们没有慈悲心 生命就变得极为危险 针对大海啸事件 许多友情丧生 仁波切发表以下的谈话 当地人和国际各界 大都关心王者 由于许多王者从未执欲佛法 一辈子都在烦恼的掌控下造恶业 一生中连禁除一个恶业的机会都没有 这意味他们大都将会堕入恶趣 甚至在轮回最惨烈的境界 地狱当中受苦 身为相信业果的佛教徒 我们可以为王者祈求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很悲伤 但是他们不懂得转世和业果的道理 或者即使知道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来帮助王者 所以我们不妨代表他们来修法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之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骗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化博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南投峰会举办 清明春季超度 大悲圣观世音旧度祈福法会 纯洁无瑕深色白 圆满弥陀为鼎言 慈眼悲悯是众生 观音尊前我鼎礼 日期4月9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半开始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地点 南投县草屯镇御丰里 东美街64号 对面静安府 洽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祝十月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日期4月19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 佛学讲座 下午1点半 大悲善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 声众共同领众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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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朵躲开 花开无数亿 夜夜间如来 花开无数亿 花开无数亿 花开無数 花开无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